每登地排隊的人其實蠻多的 大概都要排一個小時到兩小時左右 其實這次我覺得蠻幸運的 因為都坐在板前 可以看到師傅忙著準備菜色 那基本上我進到這邊了以後 師傅的手幾乎都沒有停過 甚至還要換人 然後點餐的人落意不絕 他會先上茶碗針 這個茶碗針基本上正常表現以上 再來這個就厲害了 他們的招牌龍蝦沙拉 蠻厲害的上面是龍蝦膏 那裡面的龍蝦是龍蝦蟹肉 非常濃郁好吃 大概等了十幾分鐘 那我的餐終於準備好要上啦 那這個餐2700円 我覺得其實還蠻便宜的很划算 哎呀抱歉第一個忘記要排了 這是比木魚齊鞭肉加上竹炭鹽 這個還OK我覺得有點乾不夠油 這應該是鮭魚卵軍艦壽司 那其實蠻好吃的 很鮮甜又新鮮 那這個是海膽軍艦壽司 喔我說這隻海膽真的是蠻甜的 而且很好吃很新鮮 這個不知道什麼背 個人沒有很愛 這其實是蝦壽司 然後它吃整條蝦 含了一個生的蝦頭給我 再來這個就讚了 這個是Otolo 真的那個口感是入口即化 相當的綿密 而且整個油脂的非常豐富 這個也是Otolo 不過跟上一個的話就沒有那麼優了 再來這個是玉子燒 偏甜其實蠻好吃的 我又想它再教一個 這個是最讓我困擾的是 我不知道這個檸檬片 到底是要配著一起口下去吃嗎 還是擠起來 那這個話就收手褲褲 這個應該是白籽吧 就是那種吃過的白籽 吃起來沒有很OK啦 就是褲褲收手 再來這個也是他們家的招牌 好吃 心滿 那說真的它長很大 然後大到我真的不知道 怎麼樣一口把它吃下去 你看 這樣就夾到破掉 然後你看我最後變成 把它分成三段 那它的肉質其實 非常的細嫩 它有小吃不過很OK 那我可以吃掉 其實還不錯吃 蠻好吃的 好啦最後最後一個總結 那其實這樣就是 新鮮好吃又便宜的壽司 那當然是跟 無法跟那個高級調挺比的 大概就這樣唷 拜拜 MING PAO CANADA